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行则持有并建议买入 只剩下建设银行 邮柱银行 宁波银行 平安银行 最有可能的意思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 会拖垮这些巨头 金融危机就会来临 其实不单是高城 因为昨天跟大家报道过 明出大招 这个大招 惊世天下 就是顶着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 用超长期贷款25年 还要免息4年 即是你不行 现在我就借钱给你 还要完全靠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国有银行 大型的国有银行 接着就不停放水 连利息都还不到 给你掃盖掃 如果你是投资银行 尤其你是外资 高盛的话 你怎么想 所以高盛昨天用了百多页来分析 就是这些银行 麻烦你的股票卖了 事实上昨天 中香港的银行股票 即是这些中资股 跌了3.5% 那你就知道市场是多么担心 当然了 很多人未必有那么敏感 高盛昨天出这份东西 它是讲清楚 现在投资中国银行的风险 因为大家要明白 不是政府风险 是政府用行政手段 要求银行借钱给你 如果你给一间正常银行 你都爆厂了 你都没钱 还你利息都还美 你借借到日 银行出名是什么 好天姐 好天姐 即是你碰我就借一下你了 现在你不行 还要大放水去顶住他们 这样我问你了 这个不是一个银行 或者一个真真正正的经济行为 因为它不是用政府的钱放水给你 是用银行的钱放水给你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你看美国 够了 疫情来到 顶不住 发支票 不是叫银行发支票 是政府发支票 接着政府欠钱欠到仆街的 提升政府的债务上限 人家是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手法 即是有什么事 政府吗 现在不是 现在有什么事 就是银行吗 他叫你放 你就放 到他们没钱钱了 那是金融体系的事 金融体系是谁的事 是人民的事 因为他们放宽出去的 就是中国人民的钱 这个才是现在我们看到最重要 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所以高盛这些所谓的亲中大好友 没错 你没听错 过去当改革开放的时候 第一个不停标榜中国这个市场的 不是其他的基金 而是大摩 对不起 而是高盛 高盛你也看到的 新疆人权问题状况 那怎么样 第一时间 就是高盛的CEO 还没看到 接着他在那大摊好 就是中国怎么办 没有这个维吾尔的问题 没有新疆问题 洋洋洒洒 其实就是钱 当你钱到位了 能够找到钱了 就可以了 尤其当日是什么 其实我之前都跟你讲过 譬如好像逆江之流 他们本身就是朱镕基的体系 他们走的是市场经济 那现在中国换人 将人民银行最高的职位换 换了习近平的自家人 那天我也都已经讲了 我说就是斩断和华尔街的脈絡 为什么 因为朱镕基的部下 他们就善于和华尔街大鳄打交道 我当日做节目我都是这样讲的 就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这些人不能够留任的话 即是说 习近平已经对这些外资死心 这些基金佬已经在现在中美的关系下 不会有任何的进展的话 他索性换一个自己人 去确保他自己的权力 他的政策得以失衡 在这里 高盛就在这里 堆你一刀 既然我们的好朋友都没得干了 这样大家不用给面了 不如做空你 其实高盛从来都是 做空最厉害 他讲的东西 你真的不用想很多 为什么不用想很多 就是 讲到明了 他经常都是假消息的 是吧 做股票佬 做基金佬 当然是 样样都讲到大了 跟着套一些小股民的 你以为高盛做得少吗 但是 这件事 这次我真是信他 因为他真是闻到现在 这些国有银行 他们面临的就是债务危机 当房地产烧起身的时候 最主要的 大量的坏仗 大量的断供 烂尾 房地产基本上顶不住 而地方 不卖地 又没办法 有收入 全部都会燃烧到金融体系 所以这次再大放水 还是无条件的 这样 高盛你告诉我 他讲的是不是正确 这个连普通人 常人都看得到 不要说是经济学家 这样放 利息不用还 本金不用还 四年 这些哪是生意来的 如果银行这样都做得到 那个债仔不托你水龙 走了去 有鬼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看 香港很多人移民 那他们最擅长的是什么 遮盡他 就是移民去新加坡 好 回来就换个身份 在那个坐移民监 回来就改名换姓 这样怎样呢 信用卡录爆他 财仔借尽他 那些所谓的生意 能够套现的套现 跟着 走了 换了个身份 回来就 那些钱都不关我事 其实是一样道理 就是说 这样躺下去 那些钱 未必真是流入在 政府或者城投行 更加多的 就是 这些一二把手 就是地方的一二把手 指指个被告 嗯 这儿要剃 五亿 跟着那五亿 很有可能就得五千万流出来 四亿五千万 那你就要想一下 去哪里了 金融体系 是正式出问题的了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课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Adena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这次的金融体系 如果出事的话 中国的经济 是没办法挽回的了 因为 连摆钱在银行的 小存户 喂 我不投资了 我躺平 摆些钱 没利息都不要紧要 摆在你里 但是如果你倒下的话 这个真是一发不可收集 拜拜